大家好,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制作一个室内的建模 室内的建模相对于室外,比较简单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设计师给我们提供的CAD 设计师给我们提供的CAD有 原始的一个结构图 然后有它的强体改造图 然后是它的尺寸改造图 再来是它的一个平面的布置 然后是吊顶,也就是我们的天花的一个概念图 然后有这个是电视墙的立面 会客厅的A立面 这个是主卧的床头 还有一些主卧的飘刷 跟它的一些 餐厅的酒柜立面 还有它的玄关的立面 提供了这些图纸给我们之后 我们要通过这些图纸来建一个室内的模型 在这节课我们来学习制作一下我们的客厅和它的餐厅 连起来的这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空间 首先我们来整理我们的CAD 首先我们来整理它的平面图 在整理平面图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留下我们需要的部分 这节课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客厅和餐厅 所以我们只需要留下客厅和餐厅的一些墙体就可以了 将多余的进行删除 在删除的时候我们将它的一些 内部的摆设的一些家具也进行删掉 还有它的一些盆栽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 所以对它进行删除 我们可以将它的家具这些全部都进行清除 以减少我们的空间的内存 在这里电视的位置要进行删除 只需要留下墙体就可以了 将墙体的填充物也进行删除 所以我们将墙体进行删除 掉下墙体上去 可以墙体传行删除 最进行删除 我刚把墙体能 因为这部的线 觉得这部的线 我们可以墙体能 我们可以墙体能 那这个 是 这部线 这个是衣柜 我们也对它进行删除 我们将CAD整理干净之后 我们的明确的看得到 这一片是我们的饭厅的位置 这边是我们客厅的位置 所以留下它们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再来整理它的天花 在整理天花的时候 我们需要将它的这种是吊灯进行删除 同样的墙体的填充也进行删除 地面掉领了一些拼花 这里的灯进行删除 这些小的是到时候摆放射灯的位置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将它进行清除 到时候根据我们的CAD来进行摆放就可以了 这是掉顶 这样我们的天花也都处理好了 处理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处理一下我们需要的 立面 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是我们需要的客厅里面要用到的立面 第一个电视墙 这是我们需要的 它有一些装饰的框 然后有一些笔列的大小 然后有一些造型的线条 作为电视墙的一些造型 它有线条的剖面图 然后有它这个小框的一些走线的剖面图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填充物进行删除 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被注 这个地方是一个木头做的隐形门 然后上面有查镜 这个地方是镜子 对它进行删除 了解了它的一些东西之后 我们将它的被注进行删除 这个是我们的吊灯 现在我们先将它进行删除 然后这个花纹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欧式的贴墙纸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删除 因为它到时候是一个材质 然后往上是木质的线条 白色的7 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一个 有剖面的装饰线条 我们可以当它删除 还有标了一下它的大小80 这边同样的它斜了一些石膏的线条 它是在我们做吊顶的时候 走的一些线条 是石膏的 然后做了一个50的面板 在这个地方 看清楚了它的东西之后 就对它进行删除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电视机 和它的装饰的进行删除 这个柜子我们也一同进行删除 电视墙的立行删除 电视墙的立行删除 然后刚刚刚的这一扇隐形门是在这里 然后这边的一面 木质的面板是在这个地方 它是一一对应的 它是一个冲顶 试图来俯瞰的这个电视墙 然后我们再来看 会客厅A立面 会客厅的A立面是在哪个位置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平面上来进行下查找 会客厅一般是客厅里面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是在这个地方 刚刚的那一面墙体 会客厅的墙体 我们现在要对它进行一下整理 同样的上面这一个装饰的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删除 看一下它 这是墙纸 我们可以进行删除 木质的线条 侧边镜和刚刚的差不多 我们先将它进行清理 然后有一些线条的剖面 这是侧边镜 吊顶 就是墙体 因为刚刚这边已经有了它的一些剖面 我们就可以把旁边的剖面进行删除 这些剖面到时候我们会导入我们的 max用它来进行一个线条的造型的绘制 然后我们再来看客厅里面的 这个 是玄关的立面 玄关一般是指我们 入户是对着的那个地方 从我们的正门进来对着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入户 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入户 进来之后 正面墙就是我们的玄关对应的墙体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 玄关的墙体 就是入户的门对着的 所以这里也需要整理一下 删除 还有一些造型 木质的线条 还有一些灯管 同样的有一个顶视图的俯视 这些东西都可以进行删除 它到时候会打灯 我们将灯进行删除 将它摆放的装饰物品 进行删除 这里的柜子 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删除 也可以进行制作 我们先将它删除掉 留下一个就可以了 到时候我们只用做一个 对它进行复制就可以了 然后先将它的这些装饰的图形 进行删除 玄关的也处理好了 然后是我们饭厅对应的这一面墙体 我们能看到这里摆的是餐桌 刚刚摆好餐桌的位置是在我们的 这一边 刚刚摆有餐桌 所以对应的墙体应该是这一面 在这里我们来整理一下 它有一些标注 红酒的冷藏柜 在顶饰图上我们能看到 它是陷进我们的墙体里面的 在这里是在墙体里面开了一个洞 然后来做的这一个冷藏柜 我们可以先将 里面摆放的东西进行删除 减少它的点和面 然后这个是它的墙纸进行删除 然后有地砖的踢脚线在这里 对它进行删除 这个门我们到时候可以直接调用我们已有的模型 然后这个灯也是 写了一下它的一些材质 木质的线条和灰色的镜面 在这里 对它进行删除 然后将餐桌也进行删除 到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调用已有的模型 这样我们的立面和平面就已经基本整理好了 整理好了之后 我们开始一次的写块 然后导入我们的max进行对齐 在这里写块的步骤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演示 CAD写好块之后 现在我们将它逐一导入我们的max软件 在导入max软件之前 我们首先要对max进行一些设置 然后来看看它的单位是否统一 处理完这些步骤之后 现在我们来开始导入我们的平面 首先我们来导入我们的平面一 找到我们写好的路径 导入进来之后 同样的先将它乘主 对它进行一个归零的处理 然后对它进行层的管理 写平面 可以对它进行冻结 再来我们可以导入我们的天花 也就是我们的屋顶 打好之后 同样的要对它进行位置的对齐 对齐好位置之后 对它进行层的管理 然后可以隐藏起来 接下来我们开始来导入我们的立面 接下来我们的立面